Practice 2.3a 這裡看一看,x2次加4,x2加k等於0 slow-view-woods,這裡也是告訴你,立即想到是delta小於0 接著叫你找個range,range就是不等式 然後就先看看確証的equation x2次加4,x2加k等於0,是一個geno-form 如果是geno-form,我們就不用擔心 如果不是的話請你移一移位 現在看一看,a是多少呢?a是1 b是正4,c是k 接著我們開始計算delta 不管大過0,小過0,等於0也好 先計算delta,b2次減4ac b是4,a是1,c就是k 現在做16,減4k 這裡稍後會看看不等式和時面有些不同 由於delta也是小過0,所以是小過0 所以有一樣東西,就是16減4k 是小過0,這裡要小心 留意,我們的目標其實只有一個,就是k 因為我們最後想找回k 但是要小心點,這次k前面的數 這次k前面的數是負數 如果是負數,我們要怎樣做呢? 我們就是避重就輕,把負4k移到旁邊 就變成4k 左邊繼續保持16,而不等式方向 留意著,不等式方向是不變的 一直都不變 好,我們繼續計算下去 我們繼續保持,k在右邊沒有什麼問題 k,16除4即是4 綠色筆這個位置,你會發現不等式不需要變 其實你處理任何不等式的題目都是一樣 只要你令到你的銀洞 前面的coefficient 保持正數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用避重就輕的方法 避免你除負數 因為不等式除負數其實是比較麻煩的 好,4就小於k 最後寫好它,所以就有了 k要大於4 你發現唯獨是最後那行 這個大於4 我會移轉了方向去 原因就是我最後寫好答案 其實是抄 k在這裡,開口位在這裡 我便移過來,寫好一點 因為答案多數都是k大於k小於k等於 主要都是你用這個方法 這個和X3有少許不同 因為你要很靈巧地處理不等式方向的問題 好,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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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嗨